在選舉當中啊 接下來啊 不是誰當選的問題 下一個熱題是什麼? 是選當中有多大的醜聞出來 就在這幾個人快差不多的時候啊 咱倆給他玩個一箭封喉 咱就在玩爆料 咱就玩真實的爆料 咱不搞實事節目 咱也不搞正式節目了 然後通過爆料 把這些賣臺賊和潛在的賣臺賊 給共產黨的合作者 即將賣臺的人揭發出來 讓臺灣人民看到 哇 原來是在我們這塊選舉天天在拜票的人 原來背後全是這樣 這就找出來三個代表啊 叫什麼 郭台銘 韓國瑜 柯文哲 你覺得他仨是何能何得呀 去管理臺灣2300萬人民 發財在大陸 精神境界 你過去幹過啥 包括你柯文哲你幹過啥 你說你韓國瑜 你幹過啥 臺灣完全是真是什麼都不厲害 口炮厲害 全是一幫口炮黨 郭台銘 你精神營生意好 你要是精英真的是有本事 能管政治 能管臺灣的話 你看看郭台銘在世界關係當中 他是幹什麼的 他是幹啥的 你覺得美國總統會喜歡一個 相信一個 騙了他一百萬工人 叫他沒面子極了 你知道在美國政治上 有兩個說中普總統 一說起來就低頭 他自認為沒面子的 第一號人 郭台銘 一百萬工作崗位 讓他丟盡了臉 他極沒面子 他在任何地方談到他就活 你知道嗎 他能咽一下這口氣嗎 他還沒辦法 一個美國總統也被他給威脅了 他裝著跟他和好 因爲什麼 他要把他推出去 企業家罵他 你說這是什麼玩意兒 一個美國總統被 真的是被強姦來的感覺 讓他這麼弄發 他能幫他嗎 他能幫助你臺灣嗎 只能害臺灣 一個敢玩弄美國總統的臺灣商人 他要去 去選臺灣總統領導臺灣人民 中向自由和尊重安全 不胡扯嗎 第二個 韓國瑜 韓國瑜在北大受教育 天天就是沒有辦公桌得也不能沒有辦公床的文化 你學啥啦 你天天上課了嗎 天天辦公床上學習 你說現在他要給臺灣人民帶來什麼味道 咱們開玩笑嘛 哥文哲我就甭說了 你說他各種關係跟大陸的連接 作為一個備胎 你幹過啥呀 你能代表臺灣人民 你敢PK這個大遊戲嗎 你能跳進了中美間這三個遊戲嗎 你有啥能 何能何得 過去的幾年臺北可以看得出來 那麼現在你從這個來看 文正先生 我們臺灣現在 發自內心的說 如果臺灣能事實上獨立 沒有臺灣人大流血 我第一個贊成 我願意為此付出代價 但是如果 咱不能獨立 他堅決不能統一 那個玉石俱焚也不能統一 你說臺灣的政治 不要再被共產黨操縱那麼嚴重了 臺灣得有正確的爆料的聲音 讓臺灣人民知道 如果跟著這三人走 你不是掉進萬丈深淵 那將是真是永遠是死路一條 萬劫不復 只有一個像臺灣現在有一個 理性的 客觀的 讓臺灣有一個新生命 不要在統獨問題上繞丸子 而且抓住美國 川普總統和全美上下 集體反共的這個機會 你要看那個斯白丁將軍 他是白宮出來的 他明確地已經說出來 共產黨是美國最大的敵人 不是中國 這是我好哥們兒 斯白丁將軍 絕對好哥們 他是昨天直播中 明確說 共產黨是我們最大的敵人 然後川普總統在前天的演講當中 很明確地說 中美之間的政論不是貿易的問題 是我們宗教信仰和價值觀的問題 臺灣是什麼 臺灣是美國人在亞洲代表美國價值觀 代表美國意識形態 代表美國的信仰 最好的代表 那臺灣人要什麼 臺灣人不是要統合獨的問題 臺灣人要事實上成為全市場最獨立的實體 這是必須的 所以文正先生您一定要清楚 我跟您不一樣的事情 我認為臺灣 一定要在不流血當中 讓臺灣人民保持現狀 然後蓬勃發展 不要在現在 統獨之間 統獨和九二共識 就是共產黨 設在臺灣頭上的幾個魔咒 必須摘下去 我覺得臺灣人要跨越這個線 另外一個 保持著臺灣的五個心的同時 要充分地抓住這個機會 在美國和中國之間 有一個真正懂國際政治 有信用的領導 給臺灣人民一個嶄新的天 不能在恐懼中 不能在失望中 不能在無望中過著 特別是經濟上 不管是李登輝的借機用忍也好 什麼過新年的開放也好 前向西進 前進這個大陸也好 什麼都不要 我認為臺灣 我們無論是經濟 無論是政治 無論是任何文化 都不能再抱有任何幻想 而且你不可能再有一個 這麼歷史性的機會 全美國上下全力支持臺灣的時候 你選出一個爛總統 那你就完了 要選出一個能讓美國人相信 能讓美國人 這個確實能指望 能讓臺灣人不瘋狂 你直接就宣布獨立了 那是不可能的 你要能做到的當然好了 那麼在這個時候 臺灣人沒有一個沒有臺灣 這個統獨 意識和九二共識圍繞的這三個經濟咒 一個新的臺灣時代 我叫臺灣新時代 這是我真正希望的 最後我要告訴大家的事情 文正先生 香港 兩百萬人上街和兩次上街 告訴了臺灣一個最好的辦法 只要臺灣人民別像陳文槍說的一樣 你假毒 你假要自由 你假勇敢 你們走上街去 共軍的導彈不會打過來 不像香港人民似的 像那個樣子的 臺灣會更強大 如果臺灣四百萬人上街 連著一星期要求獨立 你告訴我全世界會發生什麼 會像陳文槍那樣說的 會像劉家昌那個傢伙說的嗎 臺灣人民只要做出政治的選擇 只要關注 一定會贏 沒有輸的可能 而且這個贏和這個輸 關鍵是你要贏在抓在機會 老百姓我們臺灣同胞要一起行動 第三個 千萬不是相信共產黨 相信共產黨就完了